北海道主犯跟警部叔叔有一腿 就前一阵四个人不把高龙盛侮辱之后 扔桥底那个事又有后续了 太乱了 先说着 犯人不是叫内田吗 前几天的消息表示 他说自己没有把高龙盛扔下去 只是放在桥上而已 没想着他能掉下去 那网友肯定不会惯着你的 就一顿骂嘛 你不把一放桥上你能掉下去吗 但是从他们的手机里的视频发现 是他们逼着他掉下去的 晚上让他穿的挺冷的 为啥冷你们都知道就不明说了 坐在扶手上给他们四个人道歉 然后骂了十分钟 骂完之后怎么怎么地掉下去了 证据却走 前文咱就简单交代一下 就是那天在自己的SNS上 发了一张吃拉面的照片 然后这个高龙盛转载了 惹事了 被骂了 让赔钱 没给成 约出来 带着三个小弟关起来 在车上 然后那个忙活了 扔了 就这么个故事 具体可以翻之前的条视频 这次是咋回事呢 文春他又厉害了 周看文春 发现他和续川市的某个帽子叔叔有染 不轮关系 抱了个大广 然后顺着继续查 根据他同一届的同学 或者接触过他的人的证言来说 他上学期间被称为性欲怪物 和很多男孩子有着亲密的关系 就不走心那种的 被称作是安娜摩特 那大家啥意思自己理解 摩特就是很受欢迎的意思 很开放 喝多了就让旁边的小孩子上手碰之类的 同学聚会的时候也是 完这次是查出啥事呢 也是大事 还倒腾那个那啥呢 怎么说呢 就是李洪伟干啥 他干啥 找到了一个经常留宿他的小姐姐 提供了很多信息 小姐姐表示那天呢 不到啥时候开始 总之高中上之后 就开始玩那个猫烟之外的东西了 而且他的交集面比较广 当时就没看他缺过钱 为啥呢 因为他认识一个扎谎的大佬 每次大佬给他带一堆好东西 然后他把那个好东西去各个俱乐部 那么一卖 挣一大笔钱 同时也愿意去俱乐部玩 不过每次去都是自己去的 老专业了 被称作是什么63还是36的Liko讲 反正挺出名的 后来不到怎么回事 跟那个大佬关系变差了 收入就断了 变成什么状态 碰着谁 就问谁挣点钱 同时也在那种敲竹杠的 那小剧馆里边上班了 就是你进屋干点啥 就花好几小小几万日元 那种俱乐部 不过俱乐部的妈妈 和那天的妈妈认识 就暴露了吗 不让干了 结果他不干之后 是纯去玩 也不挣钱了 好的 回到刚才那个布伦那个事 文春不是直接拨大瓜吗 说旭川市的中央署的警部后补 跟他有布伦的关系 然后旭川的中央署表示 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否认 就是永为 后来经过采访 说那天和本地那些反社会的组织 接触比较密切 所以说为了调查 把他按照线人来培养 可能是培养 途中不小心被怪兽给忙活了 总之 文春那瓜是属实的 他们无法否认 同时 当事人是没有参加特案组的 目前正是在要求中央署 详细公开两人的关系 旭川前两天初二年同学霸凌 倒在雪地里离开世界 又拍照又视频 乱把洗澡的事 不是处理查皮了吗 这事又拐这么多玩玩 网友表示 北海道旭川本来就挺乱的 以乱为出名了 现在行了 学校玩犊子 教委玩犊子 帽子玩犊子 而且犯事这是四个人 他这撒小弟一句也不提 旭川废了 北海道废了 日子废了 好的 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了 再有什么大瓜 再给老哥们更新 看到这老哥们点点关注 点点赞 十分感谢